大家好,現在又到2020年的年底 由這個BNO Visa 開始在去年1月31日開始申請之後 到現在,我相信差不多接近20萬已經申請了 剛剛推出這個BNO Visa的時候,英國政府內部有一個推測 他們推測大約有30至50萬香港人會透過BNO Visa 途徑移民來英國 到現在,我相信英國政府的估計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過去一年,我自己的頻道也有幾條片是講這個BNO Visa 申請的方法 以及他的問題 期間也有很多觀眾在留言區問問題 現在我就覺得應該要做一個BNO Visa 申請的大檢討 還有講一下他的縱服位 以及申請時有些假資訊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千萬不要走開 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我的Youtube頻道主要和大家分享英國的樓盤 以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看到有廣告的話請幫忙看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我一有新片的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我已經送出了這個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一冊 第一冊的內容就是由你計劃移民到英國 寫到入境英國為止 如果大家還沒有的話,可以加入我的WhatsApp群 WhatsApp號碼就是 794-6633-168 到一萬個訂閱的時候,就會送出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這一冊的電子書是由你入境英國的延續 例如在英國租樓和賣樓的過程和技巧 稅務 開英國公司 怎麼找學校 在英國收入的花稅 希望大家幫忙多些分量和推薦給朋友 而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現在就開放給觀眾朋友 廣告贊助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WhatsApp聯絡我們 最近英鎊大跌 很多美國人和香港人覺得是英國買樓 很多時候樓盤在拍片之後的幾天已經收出了 TOOP出的看到片,大多數是過幾星期前拍的 所以經常出現有觀眾查詢樓盤時 這個物業已經收出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決定建立一個巴奧的群發群組 就是Lion哥的英國樓盤速遞 將拍好的片,就第一時間給我們潛在的買家 WhatsApp號碼就是 44-794-6633-168 有興趣的買家可以加入這個頻道 為了簡單化起見 我將中伏位 假資訊和檢討分為10個問題 從我解答這10個問題 大家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申請情況是怎樣 第一個問題就是申請所需的時間 初初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需要3-6個月才批准B&A Visa 有些人甚至超過半年都未批准 但是現在申請時間已經加快了 大部分單人10天內就批准了 一般人一個月 大多數都是十幾天已經可以批准了 官方有個聲明 他就說 你要提出申請 12週之內還沒有 你才可以寫Email問他 第二個問題 坊間就流傳 在香港申請的成功機會 比起英國高 這個留言是假的 無論你在香港申請號 或者在英國申請 機會是相等的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申請的 他們大多數都是十幾天 最遲一個月內 已經批准了 第三個問題 如果家人全部都有B&O資格 究竟是用家庭這個資格申請 還是用個人資格申請號呢 大家要記住 B&O Visa 是以家庭為一個基礎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家庭 就要用家庭申請 有些觀眾的情況 就是父母 就不是和自己住的 這個情況 就要看看 你的父母 是不是你的成年受養人 如果你的成年受養人 你也要加入這個家庭申請 如果不是 他有獨立經濟能力 他又不是和你住的 父母就應該自己申請 第四個問題 如果成功申請到B&O Visa之後 會不會有信件通知 答案是沒有信件通知 當你成功申請到之後 只有一個Email通知 你成功了 有觀眾就問 入境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入境的時候 英國政府已經知道 你是用B&O Visa 如果大家都是害怕的 就編定那個Email 到時自己帶在身 第五個問題 可不可以先去英國旅遊一段日子 首先 如果覺得英國的生活合適 我才在英國申請 B&O Visa 答案是可以的 但大家記住 你用特區護照入境 其實你只得6個月居來 如果大家想這樣做 你就6個月內 要作出一個決定 還有你要預算 大約 我想你預算12個星期 就被B&O Visa 批 換句話說 你只得3個月 去看看你會否認 第六個問題 子女已經在用 student visa 在英國讀書 現在想申請 B&O Visa 是否需要開 新帳號申請 答案是 因為你的B&O Visa 單位是以一個家庭 為一個單位 父母申請的時候 都是要跟子女申請 但當到子女的時候 你就要填 他已經有 student visa 在英國讀書 第七個問題 現在很多人回大陸 都用回鄉證 如果申請這個B&O Visa 這個旅遊記錄 究竟是怎樣提交呢 其實你回大陸 因為你的PASSPORT 見不到你的旅行資料 我們都不會有任何 旅遊記錄提交給他 我的做法 是不需要提交的 第八個問題 新手上的新衛城上台 會不會對這個 B&O Visa的政策 會有改變 如果觀眾提出這個問題 我相信因為 他用了新衛城 以前 對中共的表現 覺得他是比較親中 對他上台之後 會不會對這個B&O Visa的政策 取消呢 如果是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放心 是不會的 因為政治 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拜登未做美國總統之前 大家都說他親中 大家都怕他做了美國總統之後 對中共的政策傾斜 但是大家結果是怎樣 這幾年 拜登的政策 不斷打擊中共 又不給半導體 又不給晶片 又懲罰他的軍工企業 朝朝 就是對著他上五寸下五寸來打 大家看看手上的新衛城的情況 大家看到他上台 都不是很長的日子 但他做了一些事出來 第一 取消了孔子學院 第二 他亦都 用這個國家安全的理由 就禁止了 英國的半導體公司 賣給中共 第三 這次在G20 他說自己很忙 就沒有時間跟習近平開會 就沒有跟他見面 還有 這個BLVisa 當時是上下議院兩院 大部分議員 同意通過 要推翻這個政策 亦都需要 上下議院兩院的議員 大部分人要取消 難度是非常之高 加上從這個數據上見到 有七成幾利用BLVisa過來的人 是有大學或以上的資格 那剩下那兩成幾是什麼人呢 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即是葡萄整個家庭過來讀書 還有香港人是比較有錢的 他們移民得過來 是帶了一筆錢過來的 大家會見到 這次移民 這個香港的族群 是有學歷 也有資金 也帶了一班受制過來 創造未來的勞讀力 一班這麼優質的族群 英國政府怎麼拒絕 第九個問題 台灣移民路現在很困難 如果改為 申請BLVisa 是不是一條出路呢 大家問得這個問題 都會見到 現在申請台灣移民的路 就比較難了很多 以前 最初利用投資移民 600萬 一個新台幣 就過去開一年公司 其實就不用請人 就可以取得居留權 現在的政策就改了 改為 你用600萬新台幣 去投資一個 業務 這個業務 至少要請兩個員工 也是三年後 你才可以申請 以前 舊制 很多人 用Facebook做小 就可以 現在是要一個 實體的業務 現在有些香港人 由以前舊制 等到現在 新制 都是沒有結果的 很多人就心灰意難 就回來香港 亦都有一些人 是直接被台灣政府拒絕了 例如 為什麼拒絕呢 就是你曾經在政府部門做的事 或者你從事的一些公司 跟中共 有密切的 這個業務關係 台灣政府都會拒絕你的 所以現在我看到我的頻道 多了很多香港人 在台灣查詢 可不可以台灣申請 一個BAM Visa 過來英國 其實是可以的 大家如果 這個BAM Visa 我相信 那個 難度 就沒有台灣那麼難 比較容易申請到 和也都比較快捷 第十條 最後一條問題 如果有些觀眾 是沒有這個BNO資格的 那怎麼可以申請到 移民過來英國呢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 你只能用其他的途徑 例如這個Working holiday 或者這個 工作簽證 詳情可以看回我以前 這條片 我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可以在留言區留言問 大家好 我是蘭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和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 和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 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帳 拜拜